HELLO,大家好,我是Honey 今天想拍一個Get Ready With Me 因為晚一點我就要去一個婚禮 什麼都還沒做,現在就由護膚開始 順便拍出來跟大家一起聊天 然後一路Get Ready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第一個步驟我也是會用這個去角質的Toner 去抹一下臉 我的臉是完全沒有妝的 但是會抹到一些髒黃色的東西 抹完臉之後我就會敷一個Mask 它是一個台灣開架Mask 敷完Mask之後我會再用Toner抹一下 因為化妝前敷Mask 我不想Mask的精華太多留在皮膚上 會令到之後可能粉底暗沉 所以我就會抹一抹 然後就用The Ordinary的這個眼中Gel 基本上每一天我都要用的 因為你看看我的眼袋大了 最後就塗一個Cream 這一瓶是Primera的Cream 好,那我先去戴口 第一個步驟是先塗Primera 我希望這個妝可以用我平時化妝的速度去完成 然後今天的考驗就來了 讓我拉給大家看 大家看看眼圖這裡算了 因為今天早上跟Chopper玩得太厲害了 然後他弄到我 你看看我一層那樣已經遮了八成了 我這個距離去看 簡直不是很覺得有一個血痕在 而粉底方面我會用Chateauberry的Magic Foundation 因為去到這些比較見人 或者要整晚沒有補妝情況的場合 我還是會找一個長久一點的 而且我對這個粉底是很有信心 它不會氧化變色 所以通常這一類型的場合 我都會以為不說選擇它 你看看一層粉底 已經整個人精神了很多 現在就要嘗試遮眼袋 眼肚的位置 其實我真的很想 很想它割眼袋 但我真的很害怕 因為這個眼袋 令我看起來 又腫又老 而且是很難遮 所以很想一路永逸 割了它 但我真的很害怕 我對於開刀這件事 還是非常害怕 那些什麼打針 我全部都不敢做 我很小膽 但不用遮這個黑眼圈 這個淚溝位 我覺得差很遠 之後壓碎粉 都是用out glass的 然後滑眉的部分 都是用Kai Beauty的這個眉粉 其實滑眉最麻煩的東西 是要對稱的 然後到染眉膏的部分 然後就要打鼻影 我們今天用什麼? Omega 我的習慣是不只是打這裡 我會展示在這個眼窩的位置 讓它那個陰影 是好像自自然而然的出來 而不是突然兩寒十一 在這些場合 我當然會化一個比較閃的眼妝 首先 用了case的打底膏 先打底 先打底 然後還有Shateau Brie這個眼影 很厲害 因為它的粉質很細緻 所以整個眼妝看上去 都會有質感 我今天的眼線 會畫出少少少 畫長少少 然後也是用深啡色 去滑眉眼線 其實這些會出街的妝 我來來去去化得差不多 最後就是我最喜歡的素金粉時候 好 之後打亮眼頭就可以了 在眼中間這裡 我們再加一點閃 然後也是插上眼睛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不習慣 還是我不懂 還是我的眼影不適合 我覺得黏假眼睫毛 會變得一秒鐘濃妝 而且會很奇怪 而且很不舒服 所以我一直以來 什麼的場合 我都是塗上眼睛 我是不會黏假眼睫毛 有沒有人有那些 永遠不敗的假眼睫毛 去推介給我 到胭脂的部分 我會先用了 Chateau Brie的這一款 我們大範圍掃了 拿了一個紅潤感 然後呢 再拿HEMI的這一款 點在中央這裡 這樣就會好像你本身透出來 之後 但是又加多了紅潤感的感覺 到光影 我今天用的是BECCA 顏色是OPPO 掃幾下 臉面的立體感就會出來 我想說 現在頭這樣關起來 之後呢 好像MK 還有好像金毛絲 所以我想應該是2月頭 2月中 就應該要染上頭 我現在 夾一夾頭 換件衣服 再想一下 會不會頭 好了 我夾完頭 其實呢 這些 是完全沒有技巧的 即是你用2汁一邊捲 逐汁這樣捲 然後用夾夾著 然後就完成了 然後夾一夾髮尾 就完成了 所以 不要叫我出教學 我真的搞不到大家 因為真的超級簡單 對啦 多謝大家陪了我今天 這個Gest Ready With Me 今天我就 展示了給大家看 如果去一個正經一點的場合 我之前化妝前會用了些什麼 然後會用些什麼去化妝的 希望大家喜歡看今天這條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 和星期日一下午十二點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